这边就好了嘛 你就不用每次看说一定要103 那你要怎么追踪 其实这个概念呢 有点像是我的游标放在哪里呢 放在A4储存格 然后呢我做一件事情 它会刚好停在这个范围的最下面列 各位知道Ctrl向下吧 Ctrl按住了没有 不用Shift Shift是选取 Ctrl向下是这个范围整个选起来 那如果你只是希望 移到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Ctrl向下 你会发现Ctrl向下 它会自动帮你移到 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Ctrl向上是这个范围的最上面 Ctrl向右 如果你加上那个Shift键是选取 Shift是多一个选取动作 所以你向下就向下选取 Ctrl向上下左右 那因为它在Excel四算表里面 它一定是一个范围 所以你这样移动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它到底会停在哪里 那利用类似的概念的话 我们可以多学一段程式 不过这个可能也要用程式的方式表达 那刚刚的讯息是 我要先把游标先停在A4储存格 那A4储存格呢 在VBA里面你可能要多学一个物件 叫做Range 这个Range各位应该不陌生吧 上个礼拜 录制具体的时候 有没有 有录到Range 对不对 那Range除了说 可以指某一个储存格 也可以指的是一个范围 所以Range顾名思义吧 反正它是一个范围 也可以是一个储存格 那我们现在是用一个储存格 所以钱瓜胡 那它里面一定是告诉它 哪一个位置的置串 所以一定是A4 置串的话一定是 前后一定要双引号哦 OK 好 那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游标放在 那个A4储存格上面 然后你先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有点像哦 我们要知道它的边界 所以打一个1 点1 1这边会出现一个end end有没有 end顾名思义嘛 就是它的边界 有没有 哪一个方向 这个Range的哪个边界 那你把它点两下之后 再加一个钱瓜胡 特别注意哦 我是蛮建议你要用那个 钱瓜胡 然后呢 用上下左右去选取 这个时候他会问你说 end有点像 那Ctrl向上下左右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边有个XL 当有没有 啊这边记得是XL 不是XE哦 XL是Excel的缩写哦 当的话是向下 所以呢 请你选择XL当 把它点两下好了 然后瓜胡 意思就是说呢 哎你帮我哦 从A4 Ctrl向下 Ctrl向下它不是移动吗 那移动之后的话呢 再点一下 那我需要什么 哎 我需要你把它模拟一下 这个 当然它没有真的做 你帮我把模拟的结果 它停在哪一列的结果告诉我就好了 所以你点下去 后面那个意思是说 你模拟一下之后啊 它会往下追踪 追踪到的那一列告诉我就可以 所以点下去啊 它会有一个属性叫ROW 这样就可以了 哦OK 所以呢 它会把模拟追踪到那一列的结果啊 就丢还给你 所以现在是107 它会刚好把107的这个结果怎么样 追踪到之后呢 哎就帮你丢到这边来了 所以呢 你会发现哦 这里面放的数字啊 就会刚好是107 那如果你资料增加 108 109 它也会跟着增加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啊就这一行而已 而且是放在这个位置啊 OK 啊这一行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以后呢 只要我们是以SEL4算表 一定会有个范围 那我一定会想要知道 它最下面的列是在哪一列 那甚至是最右边一栏 是哪一栏也可以啦 只是说 你要把什么M的后面XL XL当改成XL 好像有个to right 有没有 它有上下左右 方向改一下就可以了 OK 那这里的话呢 如果改完之后了 我们来试一下 当然清除也一样 所以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 把那个向下追踪这边 把它再改成清除 那我们试一下 刚刚103就停下来 我们现在清除看看 你会发现呢 它清除完之后 我们再来输出之后 你会发现哦 下面的资料 刚刚到103就停下来 现在的话呢 它就会一直往下 没有问题 那清除的话 刚刚也是到103 现在会被103就停下来了 看一下 你会发现没有 它会刚刚好 那另外 你可以增加 也可以减少 比如说呢 我又把这两列选起来 向下多两列好了 它又到109 那当然啦 如果你增加 它一样会自动追踪 所以向下的话呢 又刚好到这里 所以它会自动 自动去帮你找到 那个最下面列 那怎么找到 我刚刚讲过 游标放在A4上面 Ctrl向下 109 它会把109这个列的讯息 丢到刚刚我们写的那一行程式里面 那就会得到109 那当然也是 如果你把资料删掉 我们刚刚是增加 如果你减少的话 OK 其实删除资料 再清除 其实也OK 再增加门号 不管是增加或减少 下面呢 它都会刚好 侦测到最下面列 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以后如果你知道这个方法的话 反正要跑个回圈 到哪里停下来就好了 OK 所以那一行 看起来没什么 不过 我建议这个一定要自己打打 大家打熟练哦 那那个逻辑记一下就好了 我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给各位看 记得 Range A4 我的习惯是点下去 打一个1 它会出现End 我用选的 选完之后呢 我把它点两下 然后 钱瓜胡打一下 你会发现有上下左右 但是它会挡到啦 不过你不用管它 反正你按上下左右 用选的 那我选什么 选XL当 这个地方尽量用选的 不要用自己打 因为这些同学自己打 打错 一看好像没错 因为它打什么 X1 1231 那我看半天 好像都一模一样 对 我也奇怪了 后来发现 原来 L跟E太像了 后来把它改了 发现 所以后来建议 干脆你用选的 选的绝对不会错 因为这个清单是 Excel给你的 给你的话呢 那是绝对是存在的 所以点两下 后刮胡 那 Ctrl向下之后呢 告诉我它的列 所以点Raw 它就会把这个Raw 返回来 请不吝点赞